大家好,今天是2月23号,直接来看重点啊,多头对空头,正国齐全正面纲,三倍指数对SPY,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下面请听我娓娓道来啊,我认为明天呢是一个5%的这个大涨或者大跌,将近5%的大涨或者大跌啊,我指的是标普500SPY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这里来看啊,这个SPY的ETF呢,是14.83%,3.69个Billion买进来啊,非常的多啊,买得非常的多 好,大家可以看这里,它连续已经这个布局了三天啊,这个上个礼拜,30%,13%,14%,这个你看这里,这个金额大不大 跟线面对比一下,大家可以跟线面对比一下 从这一行来讲,这三个是不是比这些加起来都不如这三个呢? 这一撮接起来都不如这三个,对不对? 那么资本界的钱不可能是白白的这个,说我去浪费掉啊,说我去这个,从股票来看啊,这个资本界是通过股票的钱来赚钱 他不可能说我没有,没有意识,没有,没有一个意义去做在这里面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还是有意义的啊 30%,14%,34%接起来我觉得非常多,非常大的一个盘 那么继续来看啊,单数最多的有这几个股票 Snapchat呢,这个一整天下来有28个order Sno,S-O-N-N-O,这个有24个order Tesla呢,是非常的小啊,利跟随学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重点呢,肯定是特斯拉啊,这个,但是特斯拉呢,这个也已经涨了一波,从这个起跌和起来这个,涨了一波啊 那么我专门去说他呢,这个我没有什么这个能力啊,去分析特斯拉 因为他就不是要你分析的,你买就可以了,对吧 那么特斯拉最后还有一单1.3个million的啊 他是17,但是order量最多的并不是他啊,今天变化量最大的是Snapchat 他这个从早上跌了超跌5%啊,6%啊,然后到后面涨百分之十几 就一来一回,你看多出了多少钱 而SPY ETF呢,是不看,为什么呢,我这里是不看ETF的 因为他的这个数据量太大,而且这个还有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类型 所以这里就不看了,那我们再继续来往下面看Apple Apple也是这个数据量太大啊,我们这里这个小店呢,容不下 那么继续来看这边,里还有跟随学,这两个,一个是每一个都特别大 那么这里这是单价比较高的 那这个order数最多的,你看又是这个QQQ跟Apple 又是没得说啊,我又没得说了 那么继续往下来看,最大金额刚才看了嘛,已经是特斯拉啊 那么单一金额最大的,我们来看 单一金额 他从上面开始数啊,这个最大的是4.2美元的做空 但是呢,我没有真凭实据说他是这个做空嘛 因为他也是一个ETF嘛,他的类型也是一个ETF 他也是一个罗素,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去讲了 那么继续来看这两个,特斯拉跟DKNG 从这里看,他有一个Go score 就是这个他自己系统给出了一个评分 那么这里我认为是对的 为什么呢?他按照市值来讲 DKNG市值比特斯拉小个几百倍吧 对吧,但是这里有个2.8美元的,跟这个3.6美元来讲 这个2.8美元靠谱很多 对不对,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 那么继续往下面看啊 特斯拉这个呢,他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 因为他一大早是9.44分的 他很有可能当时就跑掉了 很有可能当时就跑掉了 李还有跟随学刚才就看过了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VNO1.8美元 我这只股票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大家搜一下 然后告诉我,在下面留言 CRWD,这个是不是皇冠酒店啊 他也是1.7个美元 按照市值来讲呢 他也是非常的大的这一张股 Mastercard MA,Mastercard信用卡 但是对于他的市值来讲不算什么 对吧,可以看得出这一行列表里面 特斯拉是最多的 所以说这一行列表应该重点是特斯拉 还有这两个啊 CRWD,还有DKNG DKNG啊 还有这个特斯拉啊 这两个也是重点 那么CRWD呢 这个也是重点 那么继续来看下一个 最后半小时都有这些股票操作啊 其中SnapChain是非常的频繁啊 BLOK呢 是一个非常多的 这个连续两个过1Million的这个大单 我们来看 从三点半开始看嘛 从三点半 SQ刚才已经说到过了SQ SOS 你这个有的人问我 为什么这个SOS昨天跌了百分之十几 那我有这个能力 我能有这个能力去回答 我就不用在这里给你们吹牛逼了 我就直接去啊 去CNN吹了吧 对吧 那么继续来看 CIEE FF两个福特啊 BLOK284K BLOK543K 加起来超过一个Million啊 然后三点三十九分 突然来一戳 来一戳这个SnapChak啊 但是呢 百度 这一戳 这一戳是SnapChak 当时我就想买了 我当时就想买了 也是十月 它主要每一个都是这个末日 看得我心痒痒了 这个 我就没想到 它最后是没有 没有多少拿着过夜啊 这里出现个TQQ 为什么我不说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ETF的类型啊 所以说ETF呢 是没有办法预测它这个类型 你看我我这个我卖了三个TQ 呃四个TQQ嘛 就我卖给你 你是做多的 那么相反而言是不是代表着我 我我做的是做空呢 我我拿着我手头上的这个TQQ 我是拿着做空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不愿意多说ETF Apple这些太大了 我也不愿意说 为什么它太大的 它交易量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暗池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它 没有意义 雷神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雷神啊 百度已经出现了两次了 914K 推特拼多多福特出现第三回 TQQQ出现第五回 两两个雷神 两个雷神 雷神 SBH SBH呢 这个是也是比较特别的 它在3点58分的时候连续两个做空 它就那两分钟 它如果它手头上有一些新闻 有一些内幕消息 它是不是那一天最后时刻要买进来 所以说我比较看重最后这几分钟啊 S1 它这里给出的这个分数很高啊 你看 它这里给出这个分数很高 COTY 其实我这两只股票 它们是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没查 因为这个时间紧张 那么来 如果忽略这些ETF 我们来看这个最后拿着过夜都有哪些啊 拿着过夜都有这几个啊 我们来看呢 为什么我刚才这个callback 刚才之前说这个 跟这个齐全跟正股正面刚呢 你看看啊 1540比701 SQQQ 56比28285 它是一个反指 三倍的反指 ARKK呢 这里也是一个指数 假设 它们这个方向都是同一样 你说你判断不出来吗 对吧 那么这里有很多的参数给你辅助 那吴英俊 你还是说看不出来吗 好 那么这里就可以证明 假设 它们都是这个做空 SQQ是反指吗 三倍吗 也等于做空 这个QQQ呢也是一个做空 那么按照这样来讲的话 明天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跌 或者是一个大涨 对不对 只能确定一个方式 齐全来讲 齐全是表现出来是大跌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这两个QQQ 判断不够判断是吧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这个IGV 这是北美的一个软件啊 它这里做空是10 比这边还没有 这个呢 它也是跟QQQ差不多 也是很买了很多苹果啊 亚马逊啊 谷歌 Facebook这些 对这个ETF也是能看得出来的 就已经有三个 有三个点 包括这个QQQ QQQ是刚才那个嘛 跟刚才那个一样 所以说这个齐全来讲 它是做空的 齐全是做空 好 这个下面我就说快一点啦 那么如果忽略齐全来讲的话 那我们来看个股票 CCIV是一家壳公司啊 355比144 SOS 它现在延接不回来了嘛 它延接今天 它不是涨了 涨回了一波了嘛 175比19 LVS这个是金沙集团 也是一个旅游股 像我上个礼拜说的一模一样啊 还是旅游股 当到现在157比17 PBR 113比48 MRO106比48 那么我偏 如果这样比的话 我偏向投这两个 我今天只买了Snapchat啊 我今天只买了Snapchat 那么继续来看 HD 你们这个生活中 大家觉得生活中遇到过的 更容易靠谱一点 对吧 那么Home Depo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不了解就不要投 投了你就能睡得着 这才投对吧 那么来看到 SONO 它是一直做音响了 41比1 那这个比例更明显了吧 Snapchat也是可以愿意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多次出现了 单数最多的 它出现过 这个下面 它这里呢 拿着过夜 它也说出现 证明很多人看好 它并拿着过夜 不止一个人 不止一个机构 对不对 好 那么来看这一边 这个是单价 股价 单价比较高的一些股票 Home Depot Home Depot是多少钱一股来着 Home Depot是268块钱一股来不便宜了 那么继续来看 它不过一万张那些我都不看 因为没有人操作 没什么意义 Home Depot 忽略这些指数来讲 55比29 对不对 好 那么SBI 21比60 那么这个坑要避开 SBI是做空的 它这个是做空比做多的要多 MAR 我也不知道是一只什么股票 19 12比9 那么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这个就到这里 下面是进行一个聊天时间 从这里就等于像赌 今天就有点像赌博一样 我最后最后时刻 我买了Snapchat 我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呢 我最后的时候 我看它那个资金的净流入 我看到它这个 我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在买的 但是我看到它这一整段 它这一整段呢 它都是在一个往上去 它当时已经到了顶点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就拿着过 我都是72块多 还有一张是72块整买的 这个还是有点有点怕怕的 目前还在亏钱 那么从这里来讲的话 我觉得政客是最相信不过的 他不可能说这个 说这个 给出一个准确的消息 政政客说的话 他这里已经布了三 布了三天 这一天 为什么是不怕跌呢 他买正股 他就不怕跌嘛 对吧 例如我389 我390买来的 我怕你跌这几块吗 他怕的是那些齐全 跌几块 涨几块 这个格局 马上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很有可能 我认为这个钱 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我认为很有可能 他这个明天 还有后天 还是不会公布 这个或者这个礼拜 还是不会公布 那1400块的 那个 第三轮纾困金 然后他就拖到下个礼拜 就这一个礼拜呢 可能每一天 我们现在不是 已经过了两天吗 可能每一天 都是百分之十几 每一天都是三个billion 四个billion买进来 每一天都是一样 都是这个继续往前去做 做到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已经吸购一定的筹码的时候 再突然宣布 我发了1400块钱出来 这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鲍威尔今天说的是继续嘛 继续无限量化宽松嘛 他那个盘就拉起来了 但是明天一个 他那个盘拉起来很大 但是明天 这个政客一说 我们这个这1400块呢 这个billion还在这个审核 一下我们想一想 这个钱够不够发 然后他又他又下来了 所以说我认为明天 还是一个大跌 这是我猜啊 明天还是一个大跌 最后呢 他很有可能是礼拜五 是一个大涨 礼拜三是一个大跌 礼拜五是一个大涨 这个觉得 觉得赞同的话 是点个赞 觉得这个不赞同的点个踩 这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